主人不也讲 静默者 下面 你懂了 你懂了 对不对 不要再把华人那种 喝稀泥 分散恶 讲人情 然后卖掉佛法 特别是大乘法 汉传佛教近五百年来 大部分干这个事 大小部分 大家都好 搞了半天 近几百年来 没人再强调菩提心 开口闭口讲解脱 我说大乘法不讲解脱 讲成佛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有个很重要观念 女人与二称不生 有没有 你们很怀疑 无量寿经上明白写着 女人 跟小乘不生 不是说女人 不往生 不是意思 生到那里 没女人 没有小乘人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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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乒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那里不会有生文圣人 生文圣人就完了 就违背这里所说的 一佛圣经典说 不与生文人同树共识 不会 那里不会有生文人 但是会有现生文圣的出江人 像 因为他喜欢这个像 这样懂意思吗 顺他的意思 这样而已 他不会学生文圣 到极乐世界 没有小乘 没有女人 也就对于没有男人 就是一个中性的生命体 意思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女人 业障比较重 所以讲说没有女人 就代表 那里没有业障重的情感 在哪里 懂吗 是这样的意思 经文是这个意思 所以 我们是从 讲90分钟 好像已经到了 是不是 4点15是两小时 应该是 还有40分钟 好 那这样诸位了解吗 我是精神很好的 我是怕你们这样 因为晚上还有 一听到我说晚上还有的时候 就这样 现在快来睡一会 那就糟了 那么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看到了 出品功德相的水洗功德 是水洗大圣 不是水洗生文圣 所以你不能糊里糊涂吗 因为水洗不是很好吗 不是哦 不是这样 了解吗 当然了 有时候是人情 有时候是人情 人情 比如说基督教 人家也做了很多 天主教 做了很多 社会公益 很好 赞叹赞叹 这个倒是什么 这就是人情上面的 一种尊重 我们讲的水洗是什么 心向往之 诚而恳的 诚恳 诚恳恳的 希望自己也这么做 这才叫水洗 了吧 只是嘴皮上面的说 啊 赞叹一下 当然就不算 那你说 那这样我跟身为人在一块 那就我也没有赞叹他 那这样不是OK吗 No 因为你们形象一样 对吧 要么就是佛弟子 要么都多出家人 了不了 你们在一起 人家会看成 有 以道相谋 就是我们互相求道 我们互相真上 那就不一样 意义是不同的 这样了解吗 当然你说 那这样要不要 这个跟他切割 倒也不说切割 经上又说了 他说 不称明说其过恶 以不赞叹 其美 以不称明赞叹其美 听懂吗 听懂吗 就按人家的赞叹 微笑 保持微笑 二十三度 懂吗 这样 微笑就 那个北韩 那个小胖 他说微笑二十三度 太多了不行 少了不够 二三度 微笑二三度 是这样 这样了解吗 可以是这样 不称明说其过恶 一不赞叹其美 是这样 所以我常常以 阿加曼尊者 对不对 我会尊重说 他是修行有德 但是我会讲 他跟他太太的故事 以及他 我最常讲的 就是他跟他太太的故事 还有 这个这个 他因为 泰国佛教 那个时候很衰落 泰国佛教 不是一直很兴盛的 不是 是从阿加曼之后 才又兴盛起来 真的是一代宗师 对他们来讲 是一代宗师 连缅甸 斯里兰卡都影响到 有位斯里兰卡 来的法师 我有问他 他说他们都读他的传记 跟我们汉地读的是一样 那 我讲这里 第二个就是讲他 穿驾沙 不知道怎么经形 他甚至不知道 这个驾沙在经形的时候 应该怎么穿 所以他不知道 因为佛法衰尾了 然后他要问周边的 周边的其他派系的 出家人的话 以他的尊严 跟以他的谨慎 他可能认为 他有那个能耐 他直接问佛 佛跟罗汉 他就发出念头 真的发出念头 发出念头 他怎么说 他说 他跟他弟子这样讲 真的是 真的是讲得很明白 他说 会来教 然后弟子就问他 谁来教 他就跟他讲说 有时候是佛 有时候是罗汉 听到了没有 有没有听出端倪 我既然讲 有时候是罗汉 有时候是佛 你听出什么意思来 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有时候是罗汉 有时候是佛 换句话 在他这个罗汉 或者是因为 有成就的人来讲 他知道佛跟罗汉 怎么样 不一样 怎么能够说佛 就是他罗汉 不能这样讲 连他们的阿将曼尊者 在传记里都这么说 所以你要读出 那个语言背后的意思 听懂吗 听懂吗 所以 随喜功德品 很重要 是我们羞辱大圣的第一品 随喜 这点就要稍微提醒一下 我们的女众同胞们 因为女众同胞们 根据大爱道经的说法 女人比较不喜欢随喜 喜欢嫉妒 了解吗 然后大爱道经看他来说 他说 那个女人都认为 我天下苏特 第一美女 是这样 所以就会不想随喜他人 经上又说 他说女人比较不知道 圣人之所在 你比如说法华会上 做妈妈的 Mahapasapati 就是摩合菩萨菩提 大爱道 他优色现于佛 佛陀说 你是不是因为我还没有为你受祭 所以你面露优色 大爱道 比求你 大爱道说 是的 佛陀 他就跟你讲 你未来成佛 一切众生喜见佛 国度是这样 正讲完的时候 他的太太 耶稣陀罗就冒烟了 在法包会上他就冒烟了 佛陀都感到受祭 就是不受祭 佛陀感受到 你懂吗 赶快跟他讲说 有啦 你未来成佛 名字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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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太太心里想想 这样也差不多 这句话经文没写 这句话是我嫁进去的 你懂吗 比较有图样 你懂吗 你看看 在法华会上 唯一感觉很人性化的 很重要的这一段 所以说那女众这方面呢 是这样 女众是果 身为女生是果 她有她的因 因当中 她就具足一定程度的 这个性格 所以她才会在爱道经 有这么说的 她说不了圣人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谁啊 柏拉图吧 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 她每次讲课跟我一样 都讲到over 她老婆在煮菜 缺酱油 要她赶快去买 她继续讲课 她讲跟她老婆在厨房里大吼 死老婆啊 赶快了 结束了啦 去买什么东西啊 她继续讲 你知道吗 讲了讲一讲 她老婆气起来了 从里头拿一团水来 一正在讲 啪 她就把它撒下去 然后她就 也没反应 她说刚刚打雷 现在下雨 人家乃有智慧 这个做老公呢 我看也是怎么样 也常常遇到这个事 懂吗 是这样 这样了解意思吗 还有谁 你有没有看到 整部论语 孔老夫子没谈到她老婆 你知道吗 她老婆是个汉妻 你知道吗 汉妻 听得懂吗 飘悍之急 会胖打 这个什么老公的那种 你了解意思吗 就像韩国 因为韩国也在山东嘛 接近山东 你懂吗 所以韩国女人当街打老公的 你看过没有 还胖打她老公 老公被打得哀哀叫这样 只是因为去跟朋友去喝酒 她老婆就在那等着 她一出来醉醺醺的就 一拳两腿 在家一拳 丈夫就躲在那里 就要滚了滚去 很厉害 汗气 也是这样 所以说随喜 对女众来讲是一个课题 当然男众也是 男众好面子 也不想随喜 也不想随喜 众生贪嗔痴慢 以那个慢的导说 就是随喜 因为你慢 你就不随喜 了解吗 所以我们都有慢心 那是第一 那是什么 那是五顿死 死就是烦恼 五种极顿的烦恼 那极顿 不是随时会发生 但是它一发生的时候 很难停止 要顿 我们不会随便去嫉妒别人 但是一给我们嫉妒 就咬在那里 很惨 很惨 有时候是妈妈都会嫉妒女儿 很惨 不用感觉难堪 注意就好 这是人性 这是人性 比如我们佛教不会讲什么事情 让人难 感觉难 让人要去难堪 不是 是让人知道 这样懂吗 知道 他就是有时候很无厘头 很无厘头 这样 这也不是只有中国人才会有 西方也一样 很多妈妈 她嫉妒自己的女儿 也是这样 因为女儿总是比较年轻 是这样 抢走她老公的爱 人家说 女儿是什么 老爸的 还三世情人 一世都快受不了了 还三世 这瞎做妈的很惨 是不是这样 才一世老婆 她三世情人 情人总是比老婆厉害 我告诉你 是不是这样的 老婆要柴米油盐酱醋茶 情人只要碎碎 美美的就可以了 很恐怖 是这样 做男子的要小心 好 那么这就是意思 所以随喜功德品 很重要 你知道 你不懂佛法 是佛法 或者不懂实相 没关系 你就觉得很好 你觉得人家看我很好 你觉得这个法 讲实相这法 这太好了 听不懂 没关系 这样感觉 就是随喜 随喜更要告诉人家 比如说 家里 怎么样 你家里可以 有一个正战之宝 法拉经 你也可以 法拉经 或者你要送礼 有没有 你的晚辈 你的平辈 你的上师 你的上师 上师 什么 升官 搬新房子 那你就问他说 我有这个台湾的那个 故宫博物院的那个精装限量版的法滑金 正宅平安 然后家里都会很 小孩很好养 狗不会乱叫 你这样跟他讲一讲 要不要我心污落成 我送这个给你 正宅之宝 然后还可以传家 好不好 然后你拿相碑给他看 拿给他看 他要有上根 他说 哦 会不会太高贵了一点 这样表示他要 你懂吗 你不要再傻傻的 就跟他辩论 不用 不会啦 不会啦 您对我这么照顾 我送您这个 我也很高兴 我明天就带过来 他没有拒绝 那就是好 那就赶快送过来 这就是随喜啊 了不了解 了不了解 我们让他能够随顺供养 一部法滑金 那你买东买西的 还不如买这个 将来哪一天 哪一天 他往生那天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了 我们说过吗 一条牛闻一闻而已 就能转身做出家人 讲楞严经 对不对 那何况他看了一辈子 而他孙子也看了一辈子 也看到长大 你说多好 这就是让他们随喜 很多方法 名字不可得闻 无量国中乃至名字不可得闻 现在你都让他攻在家里 你说你对他有没有好 有没有好 这又是你的上司 或者你的长辈 或者你的恩人 或者你的最好的朋友 他一定会感念你的 将来成佛 他那个无量无边的他心通 跟宿命通都会看到 对不对 对不对 万一他比你少成佛 他会先来度你 是不是这样 一定的 因为他是成佛的经典 所以真的太好 我没骗住 好真的 至于说你家小孩子 每人就配备一小本挂在胸前 你如果怕弄丝的话 你再弄一个假链带 会怎么样把它封起来 是这样 要看就简单 可以看 这样子 真的我没骗你 真的是不可思议 宝华经太神变 好那么这样叫做随喜 随喜品 粗品 因 什么叫因我刚刚讲的就是 发起那个随喜的理由叫因 懂吗 懂意思吗 你看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我因为看到功德 叫分别功德品 我因为看到了诸佛的功德 那个未来修法华的功德 所以我因此觉得 法华好棒 像我刚刚讲说 供一部法华经在家里 对不对 你们听着说 这么好 这个时候你说这么好 那以后我有缘我也要请 这个念头只要一起来 或者我要告诉介绍谁来请 像这类念头起来就叫随喜 这就是随喜 因为你听到大胜功德 对吧 对吧 然后你说我喜欢 我愿意 我愿意介绍人 我愿意自己来做 这就叫随喜功德 所以第一个 在分别功德品的后半段 它就已经进入到 发起你随喜的印了 这在教你学习法华经 有人一天刚好问我说 我要怎么学天台 学天台 学知识 我自己是天台传人 我从来不跟人家 我从来不去组 不是主张 我从来不会那么样去推动 怎么学天台 我们推动的是 怎么学成佛 天台目的是这样 先把目的搞定 这样懂意思吗 那所以说 去体会 去诵词 那就是学天台 天台的目的是这个 不是知识 那不是知识 虽然天台是知识 的内容很多 但他最终的目的是这个 来 分别功德品 接着呢 随喜功德品 直接讲随喜功德 这样懂吗 你看啊 不是随喜造恶 不是随喜编导 是随喜功德 而且功德是什么功德 大胜功德 刚刚我已经说了 对不对 我引了前面鸡门的 安乐行品 说到 那不是 声闻的功德 是大胜的功德 大胜功德是怎样功德呢 不必要他成为阿罗汉 你随喜一个人 不需要他成为阿罗汉 你只要随喜这件事 你也送法华经哦 你也供法华经哦 你也练佛 哇棒 真的好 末法时代没有比这样的法能还好的 这就是随喜 随喜功德 是这样的 你要找一个 找一个 见识相的菩萨 然后你来随喜大功德 很难的啦 懂吗 你也没那个姻缘见得到 懂吗 那怎么办 在经书上读 每读一次就随喜一次 可以吗 这就是诵法华经的书生 我随时告诉你怎么修 这就是诵法华经的书生 你正在读你就正在随喜 这样听懂 然后再来呢 这个出品因功德 来来来 出品果功德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随喜到后来 你会证 法师的功德 法师功德品 这样了解吗 法师功德品是什么内容 当然我们稍后 我们也会提一下 作为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 他有种种六根的清净功德 那么这样子的功德呢 就是因为你从随喜就能做得到 我再说一遍 随喜十相 随喜当生 那因此要懂得随喜十相 那当然你就要重要 听懂十相是什么 你才知道要随喜啊 是不是这样的 不然你可能看到出家人就随喜 你看到南传出家人 当然随喜OK 那种随喜就是 也要尊重人家 虽然他是圣文证 这样我们尊重人家 我们这个居士这是OK的 这样了解吗 但是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 他们有他们的居士护持 我们要去护持大圣的道场 法师或者是大圣的单位 是这样 各自分合饮水 但是表示尊重OK 就像佛弟子经过了什么 官地庙啊 土地宫啊 王爷殿啊 什么的 我们跟人家合展一下 那表示阿弥陀佛这样念一下 这个本来就合理的 这样了解吗 没有说我们自以为高傲 然后我们不理别人 也不能这样 普通话不是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个叫做出品果功德 已经在随喜之后 直接从随喜当中 回应成为一个果相的功德 这样了解吗 那一般来讲随喜功德的果呢 因为那是什么 因为我们随喜的是实相 实相是空有不二 身心不二 实相是这样 所以呢 你会 你开始得在法师功德上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 无量不变 不可思议的 已经都不是阿弥陀佛的那种 什么我怎么跟个人解脱啦 震见四圣地啦 都不是这样 四圣地 观苦空无常无我 对于菩萨来讲 当然也都理解 甚至也能震入 也能震悟这个道理 但是注意 别教菩萨 会修僧文教法的一部分 等到他理解空性之后 他不会震入果位 出果以上叫果位 但也可以极端的说 四果叫果位 真正四果才叫味 才叫果啦 因为出二三都还有个 还有个之后 出果还有个二果 二果还有个三果 三果还有个四果等的他 真正到那里才叫做没有果位的 没有望上 我是指申文人 所以理论上说 极端的说果位 是讲四果才叫果位 但是因为震得出果之后 就一路不腻了 不再腻 只是时间长短不一定 申文人是这样 时间长跟短 要看根基 看根基 第一种 进入出 从出果向 要进入出果 应该这样 从凡夫要进入出果向 这是最难的一段 那圣人那一段 是从三果 要正入四果 相对也比较复杂 这两段是比较 凡夫正入出果向 跟三果要进入到四果向 这段时间 这两大段 是对申文人相对困难一点 但我们今天来说 对于菩萨修行的话 也有别教菩萨 或是修生文教法 那这样的话 我随喜还不随喜 可以 为什么 因为那是他的 那不是他的目的 那是他的手段 那你要问 那这样这叫什么菩萨 这叫别教的菩萨 别教菩萨就是根基没那么立 他还要先修一段 类似生文人 顿根所修的 那个 四圣地的教法 然后呢 体会到空的 那个 境界 之后 他不正入到生文果位 翻转发菩提心 再往三地 圆融的方向去修 也就是观察到空 生文人正空性 他呢 见空了 最后呢 入庙友 转入庙友之后 他开始到空而不空了 他就转出来了 他如果一直认为空者是空 空无一物 连生死亦 连那个什么呢 连这个 我生不可得 因此我应该住于空性中 超越我个人身体的烦恼 跟累劫的烦恼 如果他这样修 那就是阿鲁汉去 就是出国人去 菩萨在这个时候 他会转弯 他会转弯 转弯说 虽然 这是空 那我有苦 但是呢 苦也不可舍 空也不可得 苦是有 不可舍 空是空 这个烦恼 我只是空 但是也不可得 要空性来破烦恼 也不可得 他就开始不住空性 看到什么 看到菩萨道的万得庄严之佑 那叫妙严 这个时候这一刹那转过来 他就叫做 他就叫做什么呢 从通 藏通 从通出别教 通教人出于别教 出到别教来 我是这样 有根气更立的 直接进入原教 进入原教的话 他就 他就理解空 但是更加早的 转入到原教 直接建三地圆容 那别教人 没那么力 他从原教 他从声闻的 藏教 然后在通教 然后在理解之后 入一个 带别的原教理解 然后他开始知道 空有庙有 但还没有看到中地 再修再修 还见到中地 这样三地圆容 空 庙甲 然后中 中地 这都是地 这样才进入到三地圆容 我们今天讲十项 是跳过空 慢慢再来甲 再来中 他这样次地上去 他直接理解三地圆容 直接理解三地 三地 这个叫地 哎呦 哎呦 怎么叫 三地圆容 这个三地 他直接讲 这就是根性比较利 那么在修这个 水洗的时候 对诸位来讲 是最需要修的 就水洗大圣 十项之法 就是从空 要么我们根气差一点 我们从空甲中 中就是 非空非妙有 即空即妙有 空有不二 当下即是 那叫做中 中还分但中 对空甲说中 真正的原中 就是实相中道 实相中道是怎样 一切法皆中 无一法不中道 也就是一切法皆实相 那也一切法皆空性 也一切法皆是妙有 哦 那就特别了 什么叫一切法皆是妙有 众生看起来造恶 那也是实相 那就妙有 那一般就不懂了 那讲这个的话 就可能很容易让 社会不了解佛法的人 会毁谤 说有你们佛教好像不分散 听懂意思吗 是这样 那就不是了 那 理解如果理解这样 那么我们就知道说 所谓的出品果 就是已经知道这个道理 知道懂吗 出品的果 他已经知道这个道理 但也仅只是知道 我误入而已 还不能够在这个理当中 自然的实践 开了这个理解的原因 因为我讲你还是可以懂的 这就理解 圆解这个空甲中的道理 这就讲果 所以果 讲到果这里来 就是我 水醒石像 那么对于石像 有更加坚定的认识 跟安住 大概也 渐渐的那个习惯 会看待事情呢 既看到空 也看到庙有 也看到中 山地呢 要么次地看到 要么合合一次看到 你比如说 这事情 世间的事情 我是修行人 没关系 你有找我 我也就跟你聊一聊 刚开始学佛 我是佛教徒 我是出家人 我们修行的是 是这个道理 那你是外道 我跟你没关系 可是慢慢的 你有 你看到水洗功德 你会这样想 对啦 外道 外道不用担心 佛法这么深奥 不是每个人都懂 他也是牧师 或者他也是神父 那就聊一聊 做个未来因缘 结个因缘 那天要去公园 那我说有点累 我要准备功课 然后就有师傅跟我讲说 哎呀 去公园给人家看一看 你是杜众生 这个帽子到齐戴起来好大 是这样 好吧 只好依教奉行 这样了解意思吗 就有这意思 就说看起来好像我可以不去做那个事 那就空嘛 不去做那个事 但是呢 去做那个事 其实也有他的意义 那就去做吧 是这样子 就渐渐的 你会实践这个道理 这就是五品地址当中的果相 会是这样 所以刚开始见三不是三 慢慢的见三是三 是这样 刚开始见三是三 慢慢见三不是三 最后你又见三是三 这就是在果上面 你因为水洗了之后 你一直水洗石像 水洗到后来 那个水洗石像的感觉 映入了你的身心 让你对石像更加的怎么样 笃定 你不是说就在石像那一座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还没有 但是呢 你会觉得很笃定说 这个说妙有也是妙有 说空也是空 我们不应该执着它是空 然后我们不去做善事 我们也不应该执着佛法的 庄严 然后不去跟人家和广同城 跟人家一起合作 讨讨论什么 推动宗教基本法好像很世俗 但是呢 不要把它当真 努力做 但不当真 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缘成功 也不在乎 无缘一直不成功 我也努力过 那你干嘛要做 我的能力就是看到它需要 他说我去推荐看看 你看有理想 有努力 可是努力就像在梦中努力一样 尽力 但是它不要有压力 这样子就是 你渐渐经过随喜实相之后 你看待事情 你渐渐是这种态度 这种态度会不会 你会感觉相对洒脱一点 而且能做事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不会怕怕的假假 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你根本不会在乎什么名啊 利啊 我站在哪里啊 我是什么会长啊 什么长啊 根本不会在乎这个 一切都是以 我该为佛法做什么 众生将会因为我做了什么而得利益 你想要做这些而已 但即便众生有太大的利益 你也不会执着应该我来完成 但是虽然不会执着应该我来完成 但你一定努力的 见缝插针 欲动灌水 有机会就往前走 做得成功 感谢众生 做不成功 反攻自行 不会去怪谁 也不用怪政府 也不用怪哪个什么 名山道场 不支持我 没有没有这种事 很多人说我在推宗教基本法 什么大三头没支持 我说不用支持 因为他们支持 法上法师 这个人不知道对还错 他都不知道 然后再来 如果支持了 对了 好像光芒都是法上法师的 如果错了 他跟我一起死 这样我们大家都不好 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你懂的意思吗 我们就是要为利益众生 没有说人家一定要反过来帮我们做什么 那是意之所趋 千万人无往意 该做就是做而已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 不贪不求不娶 也无所退聚 也无所畏聚 也无所懒惰 那你也知道该做些什么 但是从来也不停止 但是你也不去执着他 很难 但慢慢果相就是这样 你随喜 实相到底真的什么 我是没正德 但我心中就是觉得他对 他是唯一真理 那种唯一真理的实相之理 一定包含的空甲中三地圆融 所以我既然赞叹他 虽然我还没在他里头 但是这种赞叹的心里黏的感觉 成为一种果之后 慢慢你的心性对于三地 就比较有能够去实践他的那种 自然的风味 他不是误入 但是你会去看去做 这才叫做果 所以跟因不同 因也就纯粹觉得 好棒好棒 这样而已 随喜赞叹 请大家一起来随喜赞叹 这样而已 了解吗 时间到了 是的 那么所以说 这部分就是开始在显示他的精华 精华当然七个讲 是不一定 应该是讲不完 但是 如海水一滴 引一滴而知权威 同个意思吗 佛法 法华就像一切佛法的大海 就终极真理的大海一样 那我们只能只少一滴来喝 其实就已经知权威了 只是表现法在放的位置当中不同 我们的角度会不一样的解释 我们的尽力而为 我们的讲到哪儿算到哪儿 向下文常 会来人回向 众生无边旋渡 众生无边旋渡 烦恼无尽渗断 法门无量遂学 佛道无上遂成 智归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智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湛 罪如海 智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外 愿意是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四重恩 下记深度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进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果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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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阿弥陀佛 尊世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智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务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职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至业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念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8月25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讯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新逢孝道月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期见梁黄宝灿 即于谐宴口 普师甘露法会 日期8月26日星期一 至8月30日星期五 梁黄宝灿法会 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法师组法 8月31日星期六 佛学讲座 即于谐宴口法会 上午9点半 佛学讲座 佛学事宜 主讲人广护法师 下午14点 于谐宴口法会 恭请慧态法师组法 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法会备有 贡品礼盒及百米 发给中低收入户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在法医公募福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彰化县共佛摘森护持功德会主办 113年中部全国共佛摘森大会 定于8月11日星期日 在彰化县力体育馆中严盛大举办 四方信众前往彰化县力体育馆 齐聚齐福 头目伐喜 中部全国共佛摘森大会 从民国80年起 就开始在彰化县力体育馆举办 这是彰化的盛事 从举办以来 获得县佛团队的权力支持 也因此筹备的过程都非常顺利 透过共佛摘森大会 能够弘扬孝道 净化人心 社会如果都能懂得孝顺父母 报答父母恩情的话 就会使得社会更祥和 国家就会安定 法会公秦主任委员 上国下卿长老李仲 洒进仪式 举起终言序幕 并在彰化大佛妙音合唱坦的 妙音供样声中 与会大众齐唱三宝歌 并开始进行终言的献贡仪式 慈悲的上国下卿长老 在开示中 为大众解说 什么为孝顺之道之法 什么叫做孝顺之道之法呢 讲到孝顺 有两种 第一叫做四孝 一二 李相 坚说明四孝 四孝的对象有三层 就是父母 四孝 三八 因为父母 对象有三育恩 四孝 对象有讯导恩 三宝 对象有救护恩 对象都应当意义 孝顺报答 大众在上乡后 致成功诵佛说 于兰盆经 与佛前大贡 反会礼请长禅长老 宣读文书 在离请兵头颅 在离请兵头颅佛罗多尊者 慈悲受贡之前 则恭请静序长老领众 攻读兵头颅尊者应文 大德兵头颅佛罗多世 受佛教赐 为牧法人 作福田 愿说 彰化县 共佛 栽生 护持 功德会 于113年度 在彰化 县力体育馆 举办 中部全国 共佛 栽生 大会 愿说 我等请 就礼拜 今年已是第31年 举办的中部全国 共佛 栽生 大会 在大家的用心 扩持之下 参加人数 越来越多 今年 预计有5000多位 法师 立临现场 信众及义工 与会人员 将超过 18000人 彰化县 县长 王慧美 与县府团队 对于 共佛 栽生 活动的 全力支持 让每年的大会 都非常的顺利 在这边 我想 除了利用机会 谢谢大会 有这么多的 动用了将近 5000名的 一个志工 当然更要 谢谢 我们的所有的 法师 以及我们的 信众 有一万八千多人 共同来参与 今天这样的一个 盛会 也因为 这样的一个 法会 让我们 阴阳 都能得利 让我们 离世的亲人 能够 利落得好 让我们自己 心灵更加的安宁 能够呢 持续不断的 上进 也跟佛法 更加的亲近 让我们能够 大书 化修书 修书 化无书 我们掌声 再次 谢谢 所有的 珠山长老 所有的 法师 平时对我们 心灵上面的 一个这个 加持 对于 无形的 一个这个 协助 共佛 摘山大会 起源于 在佛陀年代 木济连尊者 他的母亲 在世时 因为迁滩 随死后 堕入 二轨道 木济连尊者 为了救度 他的王母 李苦得乐 而请示 佛陀 佛陀 教法说 在 节下 安居 圆满日 来举办 共佛摘山大会 以此功德 就可以救度 王母 就这个 姻缘 所以在 佛陀 那个年代 就举办了 共佛摘山大会 我们出家 那么没有 进到 照顾 自己的父母 是不孝 乃至于 很多的父母 会觉得说 我的孩子 让他去出家 那么 会觉得 好像 没有尽到 这个 校养的责任 我们从 木浅连尊者的表现 大家就可以知道 父母 我们在 怎么校 他的老化 他的生病 我们也都 没有办法 能够帮他去承担 最大的校 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现世的父母 能够走完人生岁月 生死能够得到解脱 不但是如此 又能够让我们七贤九祖都能够得到受益 得到超度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办这个宜兰盆法会最大的目的之所在 午后 大众念佛共修 共请上会下律长老说法开示 出家 是令佛陀的血脉 佛种不断 所以要出家 我们为了迈向生命的圆满 所以要出家修行 我们为了要完成生命的觉醒 所以要出家 要修行 我们为了令佛陀的血脉 佛种不断 所以要出家 要修行 诸位如何能够迈向生命的圆满 经典里面说 心着有 就是着一生命的假象 况节而至凡夫 停滞在凡夫里面 心如果铸造 铸造在这个缘起的生命法里面 以为它是真的 这个经过百千万劫 仍然是凡夫 心无也撒纳而登正解 心无 也就是心了解一切法 本空 本来就是无念无助无相 无为 那么我们的心 立刻跟佛相应 傍晚 恭请上果夏亲长老领众 放大蒙山 将无量饮食 挤水 布施给恶伟道的众生 法会现场免费公社长生入位 王生联位 供四方信众及王者 一同沐浴佛恩 将功德回向于现世 乃至妻世父母 以报父母掌养慈爱之恩 明阳两立 起欢喜心 并希望借由法会 弘扬孝道 进化人心的理念 在寻寻善友中 使人心器恶向善 促使社会更争祥和 国家更加安定 生命电视 专门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三摩地的圆通法门 大师之菩萨 与他同修念佛三位的五十二位菩萨 寻书了念佛圆通法门 我记得过去无量节以前 有佛出世 名号为无量光佛 那时 先后有十二尊佛相继出世教化 有一大劫之旧 最后一尊佛名号是超日月光佛 正是他叫我修习着念佛三位 譬如说 有两个人分离了 其中一个人十分想念另一人 可对方竟然忘记了他 如此二人 即使偶然相逢了 也等于未逢 虽然相见 也等于未见 等于未来 儿啊 儿啊 若这两人互相想念 越念越深 这样的久念不忘 必定从今生到来世 都形影相随 不会违背分离 十方如来 连念一切众生 也如同慈母想念儿子一样 倘若儿子逃去 想念碎身 又有什么用呢 儿子如果能想念母亲 也像母亲想念她的时候一样 这母子二人 随经理今生来世 也不会互相远离 假若众生的心 常常异佛念佛 则现在或将来 必定可以见佛 离成佛不会遥远 不必借助其他各种法门方便 自然就能开明 犹如燃香的人身上就有香气 这就叫做香光壮严 我原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是以着念佛的心 入不胜人 现在我在这缩佛世界 帮着念佛的人 回到极乐境 佛问我 法心修行应从何渗入 德正缘通 我没有别的选择 唯有收射六根 让念佛的禁念 长相继续 无有间断 如此念佛 以心不乱 必能得三摩地 以这个法门 最为第一 最为第二 再次 除了 为何 要 使用 独播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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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